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西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著名的汉沸帝刘鹤,具有传奇的人生经历 他的身份地位几经变缓 在33年的短暂人生中,当过王,也曾经短暂的做过皇位 后来被废为庶人,最后又被汉轩帝封为侯爵 他的墓葬海昏侯木发现了大量文物,因而被世人所熟知 这次我们就来讲一讲海昏侯木中找到的一些珍贵文物 海昏这个名称的由来已经无从好证 从字面上来理解,其意思就是大湖的西面 这座海昏侯木是国内目前发掘的最为完好的西汉时期的猎侯木 发掘时其中就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名著,伦语 伦语传承2000多年,在传世过程中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版本 在西汉时期就分为奇伦,古伦和鲁伦三种 而奇伦语早已识传1800多年 里面的《知道》和《问王》两篇是其他版本中没有记载的 还有一件保存较好的屏风 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辨,写的正是伦语 另外还记录了孔子的经历 更关键的是,上面竟然还有孔子的画像 西汉古墓挖出诗传1800年的伦语 出土文物记载,孔子身高1米82 好了,本期视频道就结束了 关注小夕,我们下期再见